老男孩預錄正式開始第一集 老男孩預錄第一集正式開始 OK我們今天歡迎邀請我們的特別來賓 是我們的鍾子通還有 鍾羅怪人 還有加菲爾來自日本的加菲爾 拉菲爾才對吧 拉菲爾吧 那個拉菲爾也要跟我們說幾句話嗎 睡著因為弄太久了 你那個拉菲爾嗓 你的麥克風要近一點 不然聽不到聲音 你要跟我們一樣近 這樣這樣好 你拉 跟我們一樣拉高吧 拉高不要去投不要救那個 好 所以 郝倫為什麼今天要戴面具 已經想跟大家玩一個遊戲 叫什麼遊戲 去猜猜誰是鍾子通 我覺得有點難 太難猜了吧 太難猜了吧 就兩個都是戴面具 就猜不出誰是鍾子通了 我覺得鍾子通應該是他 哈哈哈哈 其實這一集是很重要一集 因為這一集會是今年最後一集 老男孩直播 結果出這樣 哈哈哈哈 最後一集就這樣 所以今天 你敢講啊 所以今天這一集不是最後一集 上一集才是最後一集 哈哈哈哈 OK 那 那 我覺得 這個 哽咽到說不出話了 對對對 這太意外了 今天這一集可以真的放會員 然後標題寫說那個 脫面具了 居然脫下面具了 結果是郝倫 脫 哈哈哈 太冷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對 郝倫你確定你要一直戴什麼 因為我怕你聲音糊住 不會啦 我這我有練過 喔真的喔 好像還好欸 幹 其實好像真的還好 他這個 他這個的 他這個 我這裡面有一個 希德最新科技 喔 他其實有縫隙的 他這邊有一個縫啊 喔 所以其實沒差 看起來是合的 但其實有縫隙 不用怕 喔 那個 那個拉 什麼拉菲爾啊 還蠻強的 也可以 講錯話可以幫我那個 反正也看不出我嘴巴在動 這個面具要去哪裡買啊 拉菲爾到底是誰啊 是摔角的嗎 日本一個很有名的YouTuber 喔 他的形象也算是 就是有錢人 對 然後又是什麼智慧隊出身 然後又什麼都會的感覺 那種 嗯 很猛 重點是有八塊肌 尤其很會搭訕 嗯 很會搭訕正面 他的題材超級廣 嗯 有點像 呃 太複合型了 因為他又能炫富 然後又能泡妞 然後又能去打 又能去打架 就是 哇 就是 就是那個 有六塊肌的酒man 我剛剛本來想要講 哈哈 你說我一句了 哈哈 交給我講 對 給你講給你講 皮塔加酒man合體 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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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天啊 那這個 我們先講一下 就是你們都沒有看世界盃嘛 但是 通哥應該有在看世界盃足球賽 我 算是本來就有看球 本來就有看足球 對對對 運動你全看了 足球 籃球 棒球 沒有 我不會看桌球 哈哈 誰會看桌球 哈哈哈哈 誰要看桌球啊 那強國人的遊戲 呵呵呵 呃 哈哈哈哈 哦 怎麼感覺現在有 欸 有包袱了 有包袱了 那個 最近 因為最近要推 線上課程的關係 現在最近在推線上課程 不要得罪了 你就好了 好好好 我來得罪 交給我 交給我 好 交給你得罪 好 那這個 好啦 我們直接跳過 因為沒有 你們都沒有看足球嘛 你們都沒有在看對不對 比較沒有在看 我有看結局啊 對啊 我有看賭盤啊 賭盤 你有賭嗎 我有賭一次 有 一百塊 壓兩百倍 結果沒中 什麼 什麼 哪一場壓兩百倍 那個啊 克羅 克羅 IC 沒有用串的 哦 串到兩百倍 四十五倍跟另外一個串起來就很快就兩百倍 OK 怎麼會覺得自己能中呢 對啊 你串成這樣 沒關係啊 壓一百塊啊 搞不好明天請來就 不是啊 你這樣兩萬塊 對不對 就要就下一萬 那這樣請來就是兩百萬 哦 做人就要有夢想 對啊 OK 因為兩百萬會洗到脫皮耶 你說洗泡泡浴嗎 對啊 哈哈哈哈 好啦 講到泡泡浴跟夢想 這個 泡泡浴跟夢想 泡泡浴就是我們男人的夢想嘛 其實就是這樣嘛 那今天很高興邀請到這個 鍾子彤 彤哥 還有豪倫 這兩位 日本風俗店大師啊 今天來這個節目可以說是 夢幻共演啊 頂尖對決 哦 那 而且兩位都有出過這個 而且都有出現上課程 而且剛好都在Press Play 是不是只有Press Play 願意接受這種 拉薩米亞的課程內容 為什麼 欸 什麼拉薩米亞 什麼拉薩米亞 我覺得這個課程 欸 你這樣講我好好的話 就是我 好好 沒有沒有沒有 好好有這種拉薩米亞的內容嗎 我是說等一下 好啊 我就講 他媽把課程內容都列出來的話 誰是垃圾還不知道 哦 我什麼意思啊 好像你在嗆 沒有我是說這個世界上一定有一些課程就是 就是很垃圾 有啊一定有啊 我的內容真的都是垃圾 哈哈哈哈 我都教大家怎麼打炮 哈哈哈哈 好輪的乾貨 很多乾貨吧 對我主要是講那個古人的防中術 然後你看 然後可以搭配通哥的那個泡泡魚 你就是 中學為主 西學為主 哈哈哈哈 這句你聽過很多遍了 對你把這個 古人的智慧喔 然後拿去打小日本 一定會很強 確實 真的是夢幻共用 你先把身體調養好 然後再去 不要給我們丟臉 哈哈哈哈 不要給我們自己人丟臉 OK 所以 而且你們兩個都對這個 日本風俗也非常有研究 都大師級 然後再加上這個阿順 阿順是台灣酒店之王啊 他要去狂去酒店 所以你也要出是不是 我可以多報一個領域 我中台 中國也有 中國酒店 還有中國酒店 所以你可以出兩個線上課 他其實一直他都說嚴打 可是他其實嚴打 都是區域性的 而且在一些 很鄉下的地方 就比如說 他其實因為一個市很大 所以他跟你說台北市嚴打 可是往外跑一點 跑到中壢什麼 他還是在 比如說還在上海 可是就是有那種小小的店這樣子 就跟台灣也是這樣 那其實也是 那其實大家都是一樣的 什麼嚴打操 對啊 嚴打我吃什麼 對啊 一定是這樣的 所以跟你們比起來 我算是 風俗店的觸男 可是你可以出約炮課程 對我有想過 其實我是認真有想過 這是不是也是只有 Press Play 會接受這種 不要再 不要又來 又來 可以真正的 四個一起來 四個一起來 最後再出一個 那個聯名大禮包 就是 你可能一次訂四個課程 然後再打一個折扣 啊可以欸 我努力 我們努力出一個 你四個課程都是要玩 然後還沒有辦法破處的話 我學費直接退給你 哇 怎麼可能不能 這個花錢就 不是 我們已經 你們再花錢就可以了 我們這個已經花錢了 然後你還不能 太可憐了吧 我是真的要退錢 真的要退錢 你去泡泡衣袖 沒有 出來 出來 他真的只幫我洗澡 哈哈哈哈 那這樣的話 真的也會退錢 但我真的退錢 好不好 哈哈哈哈 那我真的退錢 我我我我輸了 洗完還抱怨 我絕對沒有洗很乾淨 對啊 不是 你的身上都還黏黏的 哈哈哈哈 連洗都沒洗乾淨嗎 哈哈 太過分了吧 怎麼還有點黏液在上面 花了八萬塊日幣 連洗都沒洗乾淨 太過分了吧 太過分了 所以 因為也 現在也快要放年假了 那像相信很多台灣很多人就是都喜歡去日本玩 所以今天就請兩位來就是來造福這個台灣所有老司機啊 告訴大家 如果利用年假去日本玩的話 到底可以怎麼樣玩玩的好玩 尤其是風俗產業 但我坦白講我 我想問兩位問題 如果是真的是年假去玩 會不會 是人滿為患啊 年假我覺得其實還好 因為日本的過年是 那個陽曆就是一月的時候 他們是年底跟一月的時候比較忙 所以其實跟我們不會重疊到 不會重疊 那會不會年假觀光客很多 所以風俗夜變很忙 有那種可能性 不是啊幹 你是全部都是要去嫖是不是 跟你同一班 班 大家都要羞養難耐你知道嗎 因為都滿了你的現場個子 好養啊 還養 通哥講的 我肯定得去嘗嘗 然後大家在飛機上 他往旁邊一看 每個都在那個 就是胯下很爆的那種感覺 就是一直在往旁邊看就 沒有大家在飛機上 他們都還在看那PERSPREAD的課程 你也是 那你不要爆雷 我們就看第三集 所有人都還看 然後下面都一包鼓鼓的 空姐都很為難 好噁心喔 這一個飛機 走到好窄 應該是不至於到 我覺得不至於到這樣吧 這應該還好 就算年假去玩 應該也不會人擠人啦 應該不至於吧 過年春節應該還好吧 而且現在的極緣啊 如果是東京極緣的話 上次像通哥前陣子 這個有跟九妹一起錄了一個泡泡浴 在極緣錄了泡泡浴的一個特別節目嘛 就是要對決 評價跟奢華泡泡浴 對吧 我們都看了 非常好看 那個 哇 你哪有面具拿 天哪 面具拿下來了 什麼 這就是要 覺得 通哥是不是換你了 對 所以 這樣子 就是 你在那個九妹的影片裡面有說 就是 其實極緣有一百多家泡泡浴 對對對 一百三十幾家吧 好 所以我相信 就算所有雞雞養的臺灣人都去 應該也是夠用 絕對 絕對不看 如果要能把那邊一百三十幾家都 都擠到水泄不通的話 那我就是覺得 那 那我現在線上課程應該是兩倍的人買才對啊 對對對 有可能 有機會喔 有機會變兩倍喔 希望 希望 希望可以喔 對 所以 這 一百三十家店都集中在同一個區域 對 因為它就 他們是以 我覺得 記得是 因應 因應法律 它有點像是那種 以前網咖 不是都說網咖不能開在學校 有點像 如果要 台灣有這樣的法律嗎 對對對 就是那個圈圈畫完之後 只有這一塊 對對對 可是它的話就是 因為 它從江戶時代就是 那個花街嘛 然後那個時候叫油鍋 對不對 就把它限制 油闊 就是把它限制在一個 限制在一個區域裡面 這樣子 它那個真的超級 嚴格的 就是 像是那種 執照有點像以前那種 台灣的那個 時常 工廠 那它現在還會在發新的嗎 還是跟台灣 就是有點像是說 你要轉讓是很麻煩的 那你要新辦也 就是 規則上很麻煩 所以變成說 那個東西是很強的 執照是很強的 就跟台灣的酒店是一樣的 對 你現在要開新的店 基本上就是要有人讓 你才有辦法開 那它排就那麼多 而且你基本上也不會換地點 就是同一家 同一家 裝潢也不太換 有一點多換一點 看你要不要換裝潢可以 哦 那為什麼是 台灣的酒店是這樣 因為牌照嘛 對啊 它也是不發 不發新照 不發新照 嗯 不會是酒店大師 酒店大師 酒店大師 酒店先上課 其實也蠻實用的 我發現 台灣根本就不用啊 台灣根本就不用啊 你就去那個 鈴聲 鈴聲跟那個 名聲那個交叉口 然後跟人家拿個名片 就走進去 我跟你講 你說不用這種都很危險 其實 可是台灣還好欸 因為我們真的有去就是 比如說同樣的店 去過好幾次之後 那乾脆這次就 給他試試看 那我們也知道 行情價在哪裡 嗯 所以比如說三千塊的 他可能會多抽 你變得是三千三 他會多抽個幾百塊 可是你進到店裡面 基本上的消費是一樣 他不會被黑 不會被騙 沒有到很黑啦 沒有到很黑 但因為我印象很深刻 就是台灣可能是這樣 但日本 就不一定啊 因為 上次鍾子通來 我們老男孩直播 有分享他的 親身經歷的故事 跳樓 他也想要跳樓 他也想要跳樓 被黑到一個 無以復加啊 上次 那個是真的 我就覺得很瞎 就是被 有點像是被騙到 那種奇怪的大樓裡面 嗯 就皮條客 被皮條客騙 他就是那種 路上那種黑衣人 然後他帶你去一間那種 你就覺得說 這個東西不是 風俗店的那種樓層 哦 可是你在那邊 他就會營造出一個氛圍 讓你走不掉 他也不會真的 對你動手動腳 他會都在法律範圍內 可是 就是會營造出一個 看我現在不拿錢出來 根本不用想走 他就在那邊跟你耗 啊 射字頭上一把刀 對這個 這個很危險 因為遇到那種情況 你真的只想要 付錢平安了事 走人 就是你只想脫身而已 對 對 就很麻煩 嗯 那那個 浩倫有遇過這種情況嗎 在日本的風俗店 因為我其實很喜歡去問行情 然後 就是路邊 他有那個拉皮條的 就很像那個 有沒有玩過仁宗之龍 仁宗之龍路上都會拉 然後跟他們聊 然後 有一個是有帶 帶小姐給我看 因為他們會先給你看手機 然後都非常正 然後我就覺得說 怎麼可能 哦 你也覺得那個照片假假的 對 然後 但是後來帶 果然是不同的人 然後就是那種很日本人 因為日本女生 其實日本人都會跟我說 很日本女生 就是日本人都會跟我說 他們覺得台灣女生比較漂亮 是因為台灣女生的腳比較細 而日本女生 因為常常正座 就是跪坐腳比較粗 而我就看到腳好粗 然後所以我就 又開始裝日文很不好 像他 然後 他其實有跟我講說 打槍要 要打槍費 就是鐵數流 要給錢 但是我 聽不懂這樣 我就裝傻 對 然後 後來我又 我又繼續 又問下一個 然後 那個機頭 就是路邊的 長得像謝霆峰一樣 超級帥 很帥 然後那種 日本8加9 然後像謝霆峰 然後一樣 又開始 謝霆峰 對 辛酸打工畫面 哈哈哈哈 外流 好帥哦 就像謝霆峰 然後給我看 更誇張更正 就是那一種 在飯店拍的 超漂亮那一種 然後穿很高級的比基尼 我想說怎麼可能 對 然後後來 我就說不可能 他就一直換 然後後來 他突然就翻臉 Rrrr 我真的覺得他要打我 對 但是他沒有真的打 但是他突然翻臉 用那種黑道的口吻 幹嚇我 然後罵很久 蛤 他媽你是要看多久 他是要不要跳一個 因為我就一直笑 然後他大概是說 但是我會覺得說 幹你這照片 就不是真的 然後他好像覺得說 可是在大庭廣眾 所以你沒有到很怕 對 因為就是街上 街上 在仙台 仙台 一個像什麼 國分寺那邊 那邊 其實日本 到處都有 到處都有 連我那時候去 那個所謂的 神隱少女的 那個溫泉 叫做 稻後溫泉 神隱少女不是在台灣拍的嗎 不是酒糞嗎 哈哈哈哈 完全就有否認 他們說比較多是 稻後溫泉 這麼可愛的地方 旁邊也有 無料案內索 然後其實 既然有無料案內索 代表那邊就有 蕭西也有 哈哈哈哈 日本應該有 溫泉的地方也都會有吧 就是多多少少吧 像北海道 北海道廣島什麼那些 其實全日本 都一定都有這些東西 哦 沖繩也有 從北 從北海道到沖繩 沖繩可以理解 因為畢竟 美軍基地在那邊 嗯 一群 沖繩 嗯 一群阿兜阿想要套的話 一定是也是需求很大 嗯 嗯 啊原來如此 所以 但 但如果集中來講 就各地都有 但集中來講 那泡泡浴就是極緣嘛 就是這種感覺 極緣是高級的 高級泡泡浴 但 但那個在 久面的影片 呃 那個 通史通說 他有分三個等級 說隔安 大眾 跟高級 嗯 啊 價位就是在 在影片裡面有提到嘛 對不對 那 高級的是 8萬日幣 差不多 其實差不多 6萬以上就可以 歸類到高級店 然後 6到 8萬 然後其實在以上的話 他會有那種什麼 會員制的 哦 哦 就是 你沒有 你沒有那個介紹的話 就沒辦法 因為像是最高端的 他不管是外送 或是泡泡浴的話 他就都是走會員制這樣子 那才是 那才是真正的那個 可是那不是我們享受的到 可是 8萬的那個 那個Label是可以遇得到 知名的 AV女優嗎 還是一定要到會員制 泡泡浴的話 其實就 不會 不太會有 知名的 現役 哦 對 退役有機會嗎 退役有機會 哦 其實退役就已經很爽了 對啊 退役 幹這真的是夢 每個男人的夢 對啊 而且坦白講 AV女優退役的高 可能20幾歲就退役了 對不對 那18歲就拍他 可能20幾歲就退役 那 可是這個情況的話 你如果是真的很想要解鎖 AV女優的話 那其實都還是外送茶那種比較多 哦 就是那個 Daily Heru 為什麼 日本的外送的行情 是在什麼樣的Range 嗯 他其實 我記得三 呃兩三萬就有 兩三萬日幣就可以叫一次 哦 然後是看你的時間長度 然後跟你叫的那個 Course嗎 就是你的 加值服務那些 哦 對 你就是 你可以把它拼湊起來 然後最後就是一個套餐 這樣子 那完整的話 因為如果是像是那個 有一間叫做虎之穴 他就裡面都是 虎之穴 哈哈 通哥專用 通哥專用 哈哈 就是那一間的話 就都是AV女優嘛 他之前還打過廣告說有那個 陶骨惠禮箱 這天很屌欸 陶骨惠禮箱 太屌了吧 對啊 他就整間 他就整間 不入虎穴 整間的鬍子嘛 那一間的話 其實他價錢就都 會 呃 表定上就大概都會 到 六七萬以上 嗯 可是那又在往 你 他有一些都會寫說 你那個價格 就是跟那個海產店一樣說 你要問 哦 實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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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你要懂海 對你要懂海才會那個 太陽光 彼得 哈哈哈 他那個 他那個 可是我覺得他那個就算是那個價格啦 你去問的價格都一定比說 什麼AV女優來台灣 便宜啊 便宜都開給你的 因為 如果是那種 便宜 來台灣的話 那個價錢都是 抽爆 都是六位數台幣 哇 差太多了 對啊 所以 所以 這就是為什麼你 你在你的線上課程 除了介紹泡泡浴 推泡泡浴 你也推外送茶 外送茶 我 因為 因為你能享受到我覺得最高級 最高等級的啦 就是你最 high end的那一種 他一定是在外送茶 因為他隱蔽性最高 隱蔽性高 而且泡泡浴其實就是你要做很多服務 但是高級的梅亞 他不會想要做那麼多服務那麼累 沒有沒有沒有 高級店他一定會把那個服務做 哦 所以 外送茶只是他 你們到飯店做泡泡浴做的事情 也不能這樣講 因為他沒有那個氣墊床 哦 對啊 可是他不用待機 他不用在店裡面待機 一直等 等客人來 因為這個對high end的那種高端 他覺得 太浪費時間了 我一整天都蹲在那個店裡面 他會覺得很浪費時間 而且你比較不會有那個 你知道嗎 你在這邊你點到他跟你說 哦他現在有客人 那你在那邊等 那你的意思就是等於說 他才幫上一個人服務完 然後你馬上去吃上一個人的 對啊 感覺不太好 間接接吻 他吃了那個屌 然後再跟你 對對對 你自己感覺跟你擁頭 就是青丸突然 啊 青丸怎麼有毛 太足了啦 等於一根 會喔 卡到牙縫那樣子 啊原來如此 所以所以 比起泡泡浴 在外送茶更容易 呃 接觸到 或是真的 有機會玩到 那個AV女優 如果你是 想往這個方向走的話 那真的是外送茶 要指定 要指定 因為其實通常 因為我 我沒有叫過外送茶 但我的好朋友 一個日本的醫生叫 TOMA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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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很喜歡他的頻道啊 對啊 TOMATO 很厲害 很好笑 他說他 DAILY HALU大概花三十幾萬 DAILY HALU是什麼 DAILY HALU就是 他叫 Delivery 外送寶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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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知道 為什麼小黃油 要叫寶劍 我現在知道 因為HALU HALU HALU 假如都是砂籠罩 那大概率是照片 對就像泡麵一樣 泡麵 引起你食慾就好 因為你真的來 你還是要滅火 因為他都如果是一系列 他的背景是一致性比較高的話 表示說 他是同一個集團 一次 生產出來 可是他如果 他那個背景都很混亂的話 他有一些土 甚至是抓來的 這跟台灣的集 跟台灣機頭也一樣 台灣以前沒那麼嚴重 最近好嚴重 我不知道為什麼 欸我現在看到 台灣有一些很急掰 他那個照片都直接 偷網紅的照片 對啊 沒有他在夾住 相似度高 對啊 對啊 他變人了 反正你是假照了嘛 對啊 他已經承認了 已經承認了 他就因為他機頭也被問了 大家都說是真照片 機頭也被問煩了 對 他直接寫一個相似度高 直接不跟你演 真的 幹超不及白癡的 我就覺得說 那你這個直接拍 然後之前上一次有一個 有一個機頭他傳照片給我 然後他就下面 他就加打一句話說 本人比照片漂亮 哈哈 然後我就說 你為什麼 我對 然後我就回他說 那你為什麼要拍那麼醜 哈哈哈哈 他就說 對不起我下次改機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他說這種白癡 那你不會一開始就拍好看一點的 這個超好笑 怎麼像說本人比照片好看 那誰還 哈哈 真的有夠下七八歪的 這個超好笑 哈哈哈 欸 所以 所以 呃 所以如果可以用 八萬日元就是台幣大概兩萬 玩到淘古會 會底箱的話這超讚 對 坦白講 可以如果有機會這樣的話 超讚 應該說你 如果去幾遠啊 花差不多八萬日幣的話 你就是有蠻高的機率點到差不多等級的那邊 可是這樣子泡泡浴的那個等級就是 感覺最高級的已經比叫外送的還要貴了 這樣子 如果是我有習慣在那邊的 為什麼還會有一隻客群一直在往泡泡浴的方向去 服務好啊 服務好 因為他就是一個整套的流程走下來 然後就是真的很舒服這樣 哦 對 因為那個我覺得日本人的敬業是 真的是我們沒有辦法想像的 因為台灣的機以前叫過就是那個SOP 就是很自私化 沒有感情 因為有些人也是常常問說 就是比如說去樓鳳是多少錢 那去酒店是多少錢 那為什麼要去酒店 為什麼不直接去樓鳳 哦 這樣的意思 對因為那屬性就不一樣 因為就是酒店的話 其實你 打 打泡好像不是你的最主要的目的 嗯 你比較像是要去那邊談事情 然後或是 你只是要去那邊找一個跟女生相處的時間 嗯 那樓鳳的話你就是要套的啊 對就是套的 那 泡泡浴跟外送我覺得也是差別在說你的需求 你如果是想要說 我想要一個很滿足很爽的服務 那我就泡泡浴 啊你如果是要說 我要方便我要快 呃也不是說方便快速 是說他相對來說你不用出門嘛 你就叫 啊 方便 隱密性又高 你不用怕說 幹你去吉原那邊 然後被你 一起來日本玩 忍吃的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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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說 呃這邊不是洗澡的地方嗎 怎麼怎麼被騙了 這樣子 不會就不用那麼尷尬 那可是 我覺得以服務的 因為你看 我舉個例子嗎 我們那時候去日本那個泡泡浴對決 你看豐男他們兩個人一定都是 一定有都是玩的很大的 平常一定玩的啊 對啊 那他們這麼瀟灑的人 對 都被泡泡浴的服務給嚇到了 被征服了 嗯 亞洲好像只有日本人 是不是有 我記得泰國也有 可是他們 不一樣 泰國洗跟泡泡浴的差別 大家都會說什麼 泰國洗跟什麼管事服務 可是我覺得那個東西 你如果仔細去品味的話 那個 日本的那個細節一定就是最高的 對啊 我怎麼 我都沒有玩過 但我怎麼想都覺得 泰國洗一定不可能超越 日本泡泡浴 那日本有泰國洗嗎 日本泰國洗 日本泡泡浴 泰國泡泡浴 不是 日本泰國洗 聽起來很像那個名古屋 那個台灣拉貝 看有個蝦 就差不多吧 差不多這種感覺吧 因為我記得泡泡浴最早 好像是叫那個 土耳其浴 那還被靠北 就是被日本當地的土耳其留學生 就是說 幹你這什麼名字 就是 所以才改成後來就叫Soprano 那個 感覺嘛 那 所以我覺得以服務來講的話 你如果就是個遊客的話 遊客 然後可能 又只是想要體驗的話 那我覺得其實就是 你坐一趟車去集園那邊 玩一下 就是因為你那邊我是覺得 你就算選 呃 平價店大概三萬塊日幣那種 其實你玩出來 也是 很爽 我說真的 平價店就已經夠爽了嗎 三萬是基安嘛 對不對 三萬店是 三萬的是大眾店 然後像我們那個時候體驗到 是你吃到高溫茶的那個 沒有沒有沒有 我體驗到那個是 隔岸 四十五分鐘 一萬四千日幣 哦 對那個就是 基安殿堂 基安殿堂 冬去冬去等級的 對 對 那個就比較 可是我必須說 就像我在影片裡面講的 那個 他服務還是做得很到位 嗯 對就是不會因為說 不會因為說我便宜就 打馬呼嚴 嗯 其實真的比較老 他有的可能不是日本人 只是你也分不出來 因為他可能是在日的中國人 但日文講的不錯 對 就是我們外國人 根本就聽不出來 但日本人聽得出來 日本人還是聽得出來 對 或者是很多路上拉的 有的一萬就有了 蛤 一萬就可以了 就路上拉 你假如在新宿啊 大酒保啊 或者是池袋啊 其實日本到處都 都可以 我記得很久以前去橫濱 他那個就直接會有大的廣告看板 在貼在那邊 寫說一萬塊三十分鐘 對啊 說不讓的 不是那個比較像是 那比較像是 那比較像是那種 按摩什麼那一種 是喔 喔 對對對 他有時候會 這是其中一個 他那個招牌上面會寫說什麼 泡泡洗體 可是那個不是泡泡浴 喔 那是不一樣的東西 泡泡什麼 泡洗體 他是會寫漢字 他直接寫漢字 泡洗體 洗體就是寫作業的意思 不是洗 洗身體 喔洗體喔 泡洗體 他的客群是日本人還是我們觀光客 因為我發現那個店裡面全部都不是日本人 就是他的服務的人全部都不是日本人 喔 就是有浴室管事這樣子 就是他那個都在車站 周 對對對 就是像是神田啊 上野附近都會有那種 然後他就是招牌很小 喔 然後都寫什麼泡洗體 我覺得那個就是來漁木混珠的 喔 就是你看到喔泡洗體泡 喔泡泡浴 然後就去然後就發現其實那個 不是泡洗體 Soblando又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 就不要被騙 不要去泡洗體 那個很瞎 因為就是那個真的百分之百 不是日本人 所以大家知道千萬不要去泡洗體 要去Soblando 而且要玩到真的要玩到正宗的泡泡浴 而且又是日本人的話 就還是去吉原比較好嗎 吉原就是最保險的 因為那邊不會有那種漁木混珠的店 那邊那一個 你如果在那個區塊還能玩到假的的話 那我覺得說 你有夠衰的耶 你也會退廢 我也退廢好了 你也退廢好了 你已經走到那邊了 你還走到一間假店裡面的話 那我覺得你超強 你超強 真的跟鬼一樣耶 但那我相信 因為我們台灣人都難得都去日本了 對大家來說 對很多人來說去日本沒有難得 很容易去 但對我來說不容易 因為我比較窮 所以就都去日本了 然後想玩一定是 應該不會想玩阿姨 所以應該都會 是不是都會去 還是會去大眾 被阿姨玩 有些人喜歡玩阿姨 有些人就是喜歡玩阿姨 他就一直碰巧去隔岸店 所以這 一般台灣人是想玩好一點的 是不是還是推薦是大眾以上 呃高級店他其實也有那種 人妻主題的 啊 就很性感的阿姨 像APM那種的 就他就是都穿那種高級和服的阿姨 阿姨還是阿姨 還是阿姨 團地妻 對對對 團地妻 就那種人妻系的 可是所以我就覺得說 要去之前可能你還是用網站 因為他其實那種店家都有官網 然後你其實看那個網站 你大概就可以知道 這一家店的風格是怎麼樣 風格 對就是他如果是那種 比較熟的那種 他很明顯就會跟你講說 這是人妻系 熟女專門店 對對對對對 我之前還看有一間店 他是醜女專門店 醜女 他還說可能會不小心有正的 那請多多包涵 真的 太誠實了 這個這間是專門是醜女 但有時候會有正的 那請多多包涵 那那那 呃 我相信台灣觀眾最關心的 我們台灣老司機最關心的 還是說現在到底 在日本這個風俗店 能夠接待外國客人 就是台灣 我們台灣人的店家 到底多不多 呃 其實到極遠還蠻多的 蠻多的 我的經驗其實是 全部都會接 只是 小姐個人 她會不要 所謂的該盡 就是你是外國人 小姐在不在意 就是說 你假如都不講話 然後她以為你是日本人 因為她都給你看照片 她會排出好幾 好幾個 但她發現你是外國人 有一些會收 他會收回去 對 但這種東西 收一點 就是有的可以 有一些是堅持不接 我懂 別收 別收 別收那一張 幹嘛收回去 幹嘛收回去 我這邊幫日本人講 就是他們不是討厭外國人 因為他們其實都要錢 都要負責預計 但是因為有一些 他們會認為 外國人可能不懂規矩 因為日本有很多 很多很好玩的服務 比如說吉尺 吉尺就是 吉尺就是 吉尺是什麼 那你要洗啊 那有的人要幹 我老子花錢 臭屌 其實這個是不好的 所以說 她有一些禮儀 然後有些小姐 可能 接待外國人 她有一些不好的體驗 所以她就會跟店家說 我只接日本人 這樣子 奧德你會表演 就是啞巴的日本人嗎 沒有 靠北你就直接比手語啊 那而且 露現了 你要很有自信的 直接開始比手語 這你也不會是日本人 這是啞巴 是啞巴日本人 啞巴日本 很有自信的 手語很六 但是重點是 重點是他們 你不講話 就是 或是說 如果你學了一點點日文 就是 很有自信的樣子 講出那些日文單字 有機會雲目混珠嗎 不要假裝自己是日本人 其實不要幹這個事情 就是超級下感的 不是啊 你想一下黑龍或夏克力 跟你很有自信的講中文 你會以為他是台灣人 他就算是隔著電話跟你講 你會知道 這是台灣人吧 我是黑龍 但是你那個靠腰皮夾 也是啦 我覺得有一些店 他是變成說你只要會日文 你的日文是可以溝通的 那店家就知道說 這個是懂事的人 所以他有可能你的選擇就變多 對他其實重點是你要可以溝通 而不是你的血統 也沒那麼大家都來賺錢 那如果喝醉呢 喝醉的可以進去嗎 很難 對他們就是 台灣也不要 連台灣都不收酒醉的人 他都會說什麼 他門口都會貼一張圖說什麼 酒醉的暴力團成員相關的都不行 暴力團成員 黑道 對對對 那這個怎麼看出來 看刺青 看刺青 真的很在意刺青 所以可能如果你 有些連洗澡都不行 溫泉他不歡迎有刺青的 那如果我想要去玩泡泡魚 但我身上有刺青 有可能會被拒絕的嗎 你是外國人的話 我覺得他們反而對外國人就是沒有那麼 因為他知道外國人會有刺青 那個刺青就是黑道的刺青跟那種 很 時尚的不一樣 不一樣 不一樣 日本人就刺一隻鯉魚 然後半夾那種 那個不歡迎 對半夾 那如果翅膀151隻神奇寶貝呢 來問他說第152隻你找找看 在哪裡 你以為背後是一隻龍 結果不是是一隻拉普拉斯 哈哈哈哈 快龍啊 快龍 快龍也是龍啊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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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應該可以 這個他應該就不會了 這超歪的 這超歪的 對對對 你是個有趣的人 有趣的人 哈哈哈哈 哈哈 Pokemon OK Pokemon OK OK 左邊是哆啦A夢 哈哈哈哈 好混搭 好混搭喔 哈哈 老二是小丸子 哈哈哈哈 搞完啦大碗 搞完 哈哈哈哈 哈哈 他小 所以 那那那 欸我剛剛忘記了 因為我自己的話 就是我自己的話 以我自己的經驗就是 東京的話你要去 不管是在吉遠 然後池袋 我也去過 啊 這兩個地方算是 相對歡迎外國人 可是我那時候 也有去一些 不那麼歡迎外國人的地方 像那個 我在千葉那邊就一直碰壁 哇 千葉 千葉 千葉明明是在東京旁邊 可是我還一直碰壁 我就覺得說比較誇張一點 哦 因為 而且有一間他媽店名叫李白 哈哈 然後他不收 他不收我 會講中文的欸 不是 看他說我杜甫 對啊 哈哈哈哈 我講中文的 你不讓我進去 這個有點生氣 你這樣可以背李白的詩欸 我現在 我現在馬上背一首出來 讓我進去的這樣子 哈哈 欸 對就是 呃 他基本上東京的話 我覺得 就是因為他畢竟是一個 超級大都市 所以他對 外國人的排斥度其實是 比較低 低 而且他現在疫情過後又是 需要觀光 對需要錢 對對 可以理 需要振興了 可以理 千葉還是相較於就比較偏向一點 郊區啊 郊區 像那個 其實千葉人比較雞巴 哈哈 為什麼 因為他的日文就叫雞巴 我真的知道 我知道 我就知道你要講這個 雞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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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那那 呃 所以 我知道你在你的現場課程 一定有講說 要學會什麼樣必要的日語繪畫嘛 對不對 有分享到 就是會跟你講說 那你已經上到第幾課了 我還沒上 課程還沒出來 課程還沒出來 就是會跟你講 你就算完全不會講 還是有辦法可以 可是 就會有一定的失敗機率啦 對 所以我們還基本的還是會比較好吧 這種感覺 就是多多少少會幾句 起碼對方就是不會一開始就直接把你趕出去 啊 那如果你 如果假設可以稍微簡單示範一下 如果郊倫是那個 是那個店家 是泡泡浴的店家 的話 櫃台的話 那你要基本的要怎麼溝通 才可以確保你玩到的選擇比較多 可以現場示範一下 基本上都只會直接到店門口跟他說 該國人でも大丈夫ですか 然後他如果 大丈夫 對對對 他就大丈夫 就開始進去選方案 因為泡泡浴 我覺得很適合大家的就是 呃 他 他 你只需要選時間 什麼 哈哈哈哈 你只需要 你只需要選時間跟小姐就好 哦 時間跟小姐 他的東西都是 他都是一個 你進去接受他服務 這樣的東西 就一個很流程 SOP 你不用再選了 所以很簡單 啊 所以就是大家相對來說 就是比較 很入門 很基本很入門的一個風俗店 就是你進去服務又完整 然後你又不用太多選擇上的問題 哦 對對對 所以你只要進去 啊這家店已經確認說 哦外國人OK的時候 你就已經基本上等於玩得到了 哦 所以可以再講一次那句話嗎 那句話中文是什麼意思 外國人可以嗎 好那 我是外國人可以嗎 那 那 大丈夫ですか 可以可以慢一點嗎 我們大家一起重複一遍 外國人可以嗎 外國人 你這樣講講 好像那個 好像企業怪談 那個詛咒錄影帶 點如零點五術 因為外國人就叫做 外國人 外國人 如果我講 外國人的話 可能就沒有了 外國人 外國人 外國人ですか ですか いいですか 大丈夫ですか 大丈夫ですか 大丈夫 大丈夫 大丈夫嗎 外國人 大丈夫ですか 大丈夫 大概 外國人 大丈夫ですか 外國人 外國人 でも でも 大丈夫ですか 就算是外國人也OK嗎 啊 學會了 對 然後他說OK的話 你就進去就挑 選時間 挑小姐 對 然後 然後 但 應該說他會 領你進去一個 你進去之後 你就跟他進去一個小等候事 然後他就會跟你講說 現在可以選的小姐有這些 他就會直接排出來給你看 然後你就選了之後 然後他就會跟你講說 那總共是多少錢 還有那個菜單 有時候要畫那個菜單 你要什麼服務 服務菜單 對可以這樣 國外加錢 有點像你加點滷蛋 還帶 加點毒龍磚 對對對 這種的 對不對 你當店員 我當那個嫖客 我不會日語 外國人 外國人 大丈夫ですか 你這樣他們也聽得懂 他們這樣也聽得懂 所以你這樣子的時候 他們就知道 外國人大丈夫這樣 那我不要 我只在練日文 哈哈哈哈 我要到下家練習 你這樣會被暴力團打嗎 應該不會吧 如果 我就做過這件事情 哈 我上一次去日本的時候 我就是在極緣那邊 我大概問了十家店 然後就是 他說可以 然後我說 哈哈哈哈 為什麼 為什麼 不是 因為那個時候 就是想要看一下 就是 哪些可以 接受度 就去看一下現在的接受度 然後我那時候就已經 已經到 我覺得 差不多極限了 快被打了 我快要被打了 哈哈哈哈 我快要被打了 真的真的真的會 因為他有一些店 他就是會直接跟你講說 啊 Japanese only 哦 你跟他講日文 他還會聽英文 他直接 跟講英文 他直接用英文回應 他直接想要幹 反正這個外國人 應該也聽不懂什麼日文 Japanese only 啊 對 他就有一些老店的話 他就真的不熟 了解 但是當下我去的話 我在快要被揍的邊緣 問了差不多十家店 那個時候 很驚人的是 你就算說表明你是外國人 大概都還是有 六七家店願意收 十家有六七家 對對對 所以其實機率是很高的 欸 真的欸 對啊 很高欸 對啊 所以 其實如果你現在去 就是大家過年的時候 對 如果你去東京的話 我覺得你如果想要去吉人 是蠻推的啦 應該都能成功 哇 他們有那種塞小費嘛 就比如說門口 我先講一次 你把我拒絕 然後我再投入一萬塊 放在桌上 高估計 哈哈哈哈 他給太多了 你外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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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能一個小費嘛 他會一直這樣子看著你 對啊 他會一直不講話 對啊 然後你就再要 他就適應你再加第二張 這樣可以 的 高估計 然後你都拿手機出來 那個小狐狸錢包 就 對 所以比特幣都轉出去了 你轉一顆比特幣 他應該 你就算是外星人 他都讓你進去了 那個皮操課直接當街幫你吸了 你不是要粉地的嗎 我在這裡是最紅的 你零七大在經驗課 所以 那台灣人去這樣子的風俗店 要 大概有什麼東西是要特別注意的 要怎麼保護自己 雖然你說好像 在極緣很容易 但有沒有 什麼需要特別注意 或小心的地方 保護自己 像你之前的經驗就是皮條課 就是街上大上的皮條課 吉苑那邊幾乎不會有 吉苑不會有皮條課 你不能出來拉 他只能站在門口 說欸小哥要不要來 他不能 因為像 新宿歌舞伎丁 或是池袋那邊 他們的人就會在街上 可是 其實那也是非法 只是 新宿池袋那邊比較難管 可是吉苑那邊很嚴 哦 吉苑很嚴 對 所以 所以其實你們不建議 去歌舞伎丁 總之要亂的地方玩 新宿那邊外國的 就是外國人開的店 本來就是外資的店也比較多 應該說那邊就真的很亂 新宿真的很亂 歌舞伎丁真的很亂 我去過歌舞伎丁 繞過一次 就是 就是感覺就是 龍蛇雜厨 我覺得 那個 池袋 或者是 有希望啦 就是吉苑會比較好 吉苑還是比較好 吉苑其實最安全 我覺得他唯一的缺點就是 貴 貴之外 我覺得幹有夠難走的 對 還有遠 因為他沒有捷運 他沒有任何一個車站是在那邊 然後就是 大概是 所以他的位置是關係就是這樣 我第一次在日本 因為我那時候是去日本受訓啦 但是 然後 我那時候我第一次去日本 然後 所以從頭到尾都有人帶著我 然後包括去我的宿舍 他們幫我租一個房子 但是我休假第一件事情 就是去吉苑 我自己去 我自己用公司給我的月票 然後再轉達三首線 然後再到英谷 好拼喔 我應該是 我應該是到哪 我忘記了 英谷還是什麼 然後我在坐巴士 然後慢慢做到 蛤 叫做吉苑大門 吉苑大門 但是我沒有消費 我只是去看 哇 這裡就是吉苑大門 然後就這樣這樣 那時候不敢消費嗎 但我在畫一個 不是不敢 就是我不想 因為太貴了 太貴了 其實 就看你自己的預算 對 看預算 因為你可能就真的 你如果是很 你如果是很緊的話 你就像我 那個時候一樣 就是 就看啦 45分鐘 14000日幣 那事情 我覺得現在是因為日幣 變很多 我覺得相較之下 就現在覺得都很 現在 其實跟在台灣做同樣的事情 價格是差不多 應該說你 兩 你如果是3萬日幣左右的話 其實你 以你出國的那個消費 其實也不算到太誇張 你如果是出國 然後難得玩一下 就送你 對啊 就要送你四個字 來都來了 對啊 真的啊 花點錢 我覺得去有些 我覺得你都去 應該要找high end 對啊 高級點 去了 既然都 你說交通又不方便 專程去了 直升 攻頂魂 就攻頂 要攻頂 直接攻頂 買錯最貴 對 嫖錯 真的啊 對啊 真的啊 真的是這樣 可是那個時候去的時候真的 我是建議如果你是預算比較多的 我是建議你乾脆直接坐計程車過去 不然的話 幹你坐電車過去 我那天走到我快要鐵腿 然後手機就跳通知出來 中子通你今天的健身目標已經完成了 哈哈哈哈 iphone有這個功能 對 哇操欸 這一圈直接幫我走完 然後我都幹 進去 哇 你有算過嗎 你從那個是電車站嗎 電車站到 我那幾天在日本 我都走超過一萬步以上 喔 日本就是要逮走 真的欸 你就逮走 走到時候要咻笑 然後就是 呃 我是覺得說 他 你如果 不會日文的話啦 嗯 你就坐計程車去 嗯 然後你在店家的時候還可以 請他把你送回來 喔 你說請計程車 通一通台 沒有沒有沒有 請店家 喔是喔 因為店家他有接 對 那可是店家他有接送服 其實有些店家也可以 就你跟他預約 他他會到鷹谷去站 對對對 因為通常都是鷹谷站 鷹谷是電車站 對 是三手線的一個 嫖技的站 哈哈 嫖技 喔所以鷹谷等於嫖技站 鷹燕燕燕很好記 就是 那野書裡面很多的鷹燕燕 你如果在鷹谷下車的話 大家都知道我幹這個 去嫖技的 對這個要去爽 哈哈哈 哇 因為像有一些店的話 像我 呃有一些店的話 他就例如說鷹谷 上野 淺草 嗯 他就是有提供接送 嗯 然後就像是那個時候 我去的時候 我也是 直接問他說 那你們等一下 可以把我載回上野嗎 嗯 然後他們就是 喔 而且他們的車都很好 喔 而且這種接受服務 是不需要額外付錢的 哇 唉呦 應該是不是只有高級店才來 通常是高級店的 因為他就是用Alpha或Lexus 把你載回去 超爽的 Lexus 我好想做Alpha 還沒做過 超爽的 我沒做過Alpha 現在是去 為了這個去做Alpha 為了做Alpha 欸這個不錯 我沒有要評價 我只要打射而已 哈哈哈 會被揍吧 會被揍吧 我只要 你被接送過去之後才說 欸我今天 其實 我今天好像 啊 啊 我有點 啊 出去旁邊的隔岸店 哈哈哈 然後他整整的會被打 會被打 會被打 你從 你從隔岸店走出來之後 外面已經圍一圈了 然後就說 剛好玩嗎 哈哈哈 剛開心嗎 坐便車舒服嗎 臭啊 不是腰有問題 啊 我讓你真的腰有問題 哈哈哈 哈哈哈 哈哈 讓你實際腰出問題 讓你看看我的快龍 哈哈哈哈 哈哈哈 哎呃 那如果我想問一下 就是網問通哥 如果說去五天事業的這樣行程的話 泡泡浴你會排幾天 五天 哈哈哈哈 五天也太多了 可是我覺得他們好像有其他的類似 爸或他們應該是有很多這樣子的 呃夜生活的消費的店 是沒錯啦 因為可是我會覺得說 呃我自己的話就是會比較喜歡說 你有實際套著 因為他其他的話 封屬的法律就是規定說 你不能本番嘛 當然是看你的手腕而定 啊可是 因為你可能外送有一些人就說 欸奇怪我外送都有 本番啊 啊可是 其實他真的沒有給你的話 你也不能argue 哦是啊 可能只有訴苦而已 對啊他就是幫你 手啊 你也沒有得去幫你手褲key 因為他就是 規定就是不行 他就是照規定來啊 哦 那你真正能插入的就是只有心地跟泡泡浴啊 哦 但是心地跟飛田心地關係嘛 飛田心地跟極緣泡泡浴 是百分之百可以本番嗎 哦 百分之百能本番的店 可以 但其實他本質上還是不合法 他們繞過 他是繞過法律的 是有戀愛嗎 只是他的潛規則是 就是啊 因為他就是說我這不是風俗店 我這是特殊浴場跟料庭 一個是洗澡對不對 一個是料庭 料庭跟洗澡 不過我推薦一個 有一個叫粉紅沙龍 pink沙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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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在那個叫Kamada 鋪天 欸鋪天在哪 鋪天在 在哥吉拉上岸的地方 對要要 就是三手線要難冰一點齁 他可能快接近很冰 但還沒有到很冰 對那邊吃煎餃很好吃 你可以去那邊吃那個煎餃 日本人請我吃 因為是一個日本兄弟帶我去的 對他先帶我吃煎餃 但他看我吃有點失望 因為台灣的鍋貼也比較好吃 真的 真的嗎 宇都宮餃子也沒有比較好多 啊 宇都宮這麼正餃子不行 對 哈哈哈哈 不能我吃 看日本餃子真的超難吃 蛤 因為在日本 在台灣的那個什麼王道的餃子 我吃也覺得普普 那可是我在日本吃的好吃的店是一家 就是中國人開的 幹那是中國人開的啊 那是中國人開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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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中國餐廳啊 它是一樣賣那個什麼 類似淡淡麵 然後它的那個 中華料理 對那個就好吃 所以你覺得大部分日本的餃子 都沒有台灣國貼站 八方雲集四海有龍 屌虐 屌虐 皮跟料就吃起來就不合我的胃口 我覺得主要就是你的皮跟餡的比例 就是不是我們喜歡的 對對對 他們皮比較厚 線少了 然後像包子也是 包子也是比較難吃 就很厚啊 皮很厚 因為像我之前去新宿 他就是有一間什麼老店 然後他就是 他那個招牌上面還寫說什麼 名物尖角跟名物包子 我就說好啊 叫啊 然後我就 而且他們角色 名物 不然為什麼他高麗菜 我覺得菜的比例太多了 高麗菜 對啊 我們都是 我們台灣人都喜歡吃肉的啊 對啊 口味不一樣 我台灣人都喜歡吃肉的啊 日本人真的 澱粉的量攝取真的很大耶 什麼拉麵配餃子這種組合 對 他們會主食配主食 炒飯配白飯 拉麵配餃子還配白飯 這種組合 爆炭 爆炭 生酮在那邊活不下去 我會吃啊 拉麵配白飯真的蠻讚的 我知道 就是那個白飯 你說要那個湯 倒進湯裡面 那白飯配炒飯呢 我不敢 白飯配炒飯是什麼東西 那什麼東西 那什麼東西 我覺得那個 那這樣我有一個更靠北的 香港有一間叫名醬壽司 它就是在都是那種搞怪的壽司 然後它有一個叫白飯壽司 白飯上面疊白飯 什麼東西 嚇死你 它就有那個 紅豆軍艦 紅豆軍艦卷 就是它是那個 軍艦 然後軍艦卷 然後上面是 加那個 美乃滋的紅豆 好噁喔 就是 大家都說這個東西看 被日本人看到 日本應該會直接過來 滅了香港這樣 跟那個看到 上面有 上面有那個鳳梨的義大利 哦 同樣的概念啊 對所以 Pink Salon的話 Pink Salon跟 OBi酒吧 OBi酒吧 OBi酒吧是一樣的意思 東西嗎 完全不一樣 因為那個什麼 OBi pub OBi pub OBi pub 就是吸奶店 台灣也有 台灣有吸奶店 有啊 我朋友跟我講 他說台南有 他說一百塊 蛤 就是一百塊一個 就是說 你為什麼 在你的線上課程 有教這個嗎 我沒有 等一下 台南的 台南一百塊吸奶店 真的假的 那不會是檳榔攤吧 就只是一般的 只是五十蘭而已吧 一百塊吸奶店 我覺得 台北以外其實都玩很大 但我沒有去過 我只聽看 我說我玩這麼爽 就是 就是給小費一百一百這樣 就是摸奶吸奶的店 蛤 我去台南他媽的 只有去過Token bar 沒有啦 所以他應該也是 酒店或者是這種KDV 他是那種比較low的 其實就是小吃店的那種 對 其實越多越好 小吃店他有加持服務 可是我覺得那也是他 就是他玩得開心 他會跟你這樣子 動啦動啦 然後Pixar那種其實 跟這其他的服務差別在哪 就是他是開放空間 有點像我們就是 他有點像是情人雅座這樣 一個沙發這樣 然後只有那種鏈條 連子連子 對只有連子 只有連子這樣子 所以其實你可以看得到別人 他有點像情人雅座 然後他就會幫你吹 喇叭店 其實就是 公開的喇叭店 只是他那個 那個空間 你可以去搜尋那個Google 那個圖片 那個如果你是比較怕尷尬的人的話 你在裡面真的是 很尷尬 因為大家都看得到 對 都看得到 那我覺得很酷 A片有這種題材嗎 Pink Salon有很多 VR有 我那時候看VR 結果就重溫了那個Pink Salon 那時候我朋友帶我去呢 他還帶了Coupons 都可以Coupons Pink Salon也有Coupons 對 因為是日本人帶的 你自己會不好意思說 我都是外國人的 然後我還用Coupons很丟臉 還拿出來 折一千 折一千 一定要用 這叫Wari Biki 你知道 歌影 Wari Biki 一千塊Wari Biki 這個是我覺得 比較Local的玩意 因為我比較喜歡Local 你去的Pink Salon在哪裡 就是在Kamada 就是鋪天 鋪天 對 鋪天 就吃餃子的地方 但可能其實到 全國 東京到處都有 到處都有 但是Kamada是最有名的 Kamada最有名 對 最有名的 有名的地方 就是很多 很多Pink Salon 就有點像三重 也不知道他的脈絡是怎樣 但是譬如說三重 以前大家就知道是 你也不知道為什麼 但是就是那種感覺 大家就知道 你聽到Kamada 對 或者說 那個 川崎有一個叫 Holinoj 就是爵之內 那邊其實也是一個很大的 一個風俗區 嗯 但是那都是Local的人在玩的 應該說每一個縣市 其實多多少少都有 都有 莫名其妙的集中區 像 池城那邊就會在那個圖埔 池城 池城縣 他在圖埔 大部分根本就不會去 我不知道 就是他一般人去玩日本 不會去那邊 我覺得去日本就是什麼都 可以玩玩看 我以前去那個是看到那個是 比基尼的Bar 比基尼的Bar 然後那時候看到一堆日本人 在慢慢被他們賞巴掌 然後 男的被賞巴掌 對對對 比基尼女郎打賞巴 對對對 他們那個店裡面 他不管是他們是消費了酒還是什麼 那五個六個 六個那個 就是女服務生 他們就全部過去一個一個一個 這樣子賞 賞完之後他可以選一個 躺在他那裡上 你有看到人傑在那邊 我現在怎麼好想 以前那時候不懂 以前那時候二幾歲 去的時候就在旁邊 就想說他坐下來陪你聊天 然後看看他的那個乳溝不是很好嗎 然後為什麼在那邊打打打 可是現在突然覺得 我想被打 哈哈哈 想被比基尼女郎打巴掌 滋回跳架 欸這個 這個姓屁 我跟你講他們來自很有禮貌 然後會笑笑 然後也跟你說對不起喔 我要打你喔 然後啪一啪就打過來 全力打 對啊 他啪很大聲啊 這個我不行這個服務 我沒有那麼M我不行 可是我覺得很好玩 我突然現在覺得那個 原來你是M 你錯過了有點可惜 對對對 講到人傑 人傑現在在日本 所以他原本來看我們這一集 他現在正在 他現在看不到 他現在正在被打 他正在被打 可能 所以 那Pink Salon 你會推薦 像這個 像我們台灣人 如果日文不太好 你會推薦去嗎 還是不推 不推 因為他 他就是 難度太高了 我覺得台灣不覺得好玩 我覺得不會覺得好玩 可是吹銷店是還是蠻吸引人的 其實坦白講就是 便宜 便宜又 6千 便宜又吹喇叭 然後 或是 或是你敢 ObuyPub 其實都很吸引人 只是 是不是門檻比較高 有有有 他還會寫 卡片給你 還會加你LINE 然後傳LINE說 你要回台灣了 寂心 然後還想見到你這樣 日本人都是這樣 他就會寫卡片 對 或是 就是說他想你 想再見到你 除了他有知識套路以外 這種人最吸引人 就是 他做弦套 做戲做弦套 戀愛感 戀愛感 但是這個門檻太高了 你必須得日文好到一定程度 就是你 就變成說 你聊天才可以得到MAX的樂趣 現在翻譯可以嗎 用Google翻譯可以 很累吧 很累吧 其實在泡泡雨裡面 我都用Google翻譯 喔 嗯 我可以翻譯的聲音 選個好聽一點的 不是啊 你就 嘚嘚嘚嘚嘚 然後給他看 自己變VTuber 這個是我 你會用 你會用就是 就是 就是中翻日的 這個 這個服務這樣 其實蠻方便 這樣給他看 就OK了 應該說 就是 你如果想 沒有沒有 那個還好 你就直接指著就好了 這個不用翻譯嗎 其實是比較那個 在休息的時候 你可能會想要問他一點事情 想要閒聊的話 就 翻譯一下這樣 閒聊的時候 對 我自己是這樣 我自己是這樣 Suck my dick 就直接把他投 不行 不能這樣 你就直接指著 我覺得反而你想要叫他做什麼 我們都可以用肢體動作 可是 對 如果是真的想要了解對方的話 我有那個 我有那個 那要是他真的對你做很好笑 就是你這樣 跟著你 只是照做而已 沒有服務 他直接跟著你做 對 因為我們那個課程裡面 剛好就是有一個 影片是我們在集員那個時候 就是直接找 直接在泡泡雨裡面 他重現整個流程這樣 有有有 我有看到那個圖片 就是你 你被那個泡泡雨女郎服務 風俗女服務 的整個影片對不對 對 我有穿泳裝啊 放心 我覺得那個畫面好好笑 對 我穿 你是穿摔角的那種泳裝 沒有就是那個 水母衣啊 就是他上半身就是防曬那種水母衣 然後下面穿泳褲這樣子 那女生也是穿比基尼泳裝這樣 所以那個 那個影片除了展現出整個 泡泡雨會有的服務 整個流程以外 可能也裡面影片也會講 也會看得到說 你是怎麼跟他溝通的 自體語言 他因為他其實就是很順的 把你整個流程做下來 對 所以相信是可以 體驗到完整的環節 其實可以 對 你看完之後就知道說 因為他其實就是一個很順的 流水線這樣子 對 感覺不錯耶 就看了這個影片 就好像對 就更有信心可以 可以玩到 肯定肯定 哇 你去台灣的樓縫 你也可以中間都不要講一句話 然後結束之後才跟他說 我不要 我不要 我不要是什麼啊 就打槍 都已經結束了還打槍 對啊你結束了才打槍 對啊我跟你那個講說 他們泡泡 就是他們都不太打槍的 泡泡雨真的不太打槍 因為就是 可是 你其實都已經 可是他們也不會太 可是你 應該說泰雷的店 本來就是價位就是定在那邊 對啊你自己 例如說你自己都講好了 或是你自己去選了 然後你還那個 打槍的話其實是蠻 對自本 比如說台灣 因為台灣現在很奇怪 就比如說 你的消費大概就是3000到5000 可是有時候 然後你又期望說有更高的 對可是你有時候會遇到那種 就是明明這個價位就是很low的 或是這個低價 有時候會有低價位或高的 就是那個 就是運氣嘛 應該就是說你 你對這個 這個物價他們的物價 認知有落差 對 他們物價很不平 有時候一顆芭樂賣20塊 有時候賣200塊 那明明就同樣的芭樂這樣子 喔 我可以 我可以懂你的意思 因為你在台灣的話 其實就很容易遇到這種 就是 價格跟你心中的 預期的品質不符合 有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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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因為我們是店家直接跟我們講說 其實日本人真的很少會打槍 喔 所以其實 他說會打槍的都是外國人 喔 喔 所以其實如果我們外國人真的打槍了 他們也會接受 嗯 應該說 外國人 這就是他們不喜歡外國客人的 喔 因為外國人會打槍 對 很失禮 就是 你在做一件很失禮的事情 但是 就是對對方來說 因為 等於說 小姐都準備好了 然後又被你摳回去 喔 對 就是因為這些 不必要的舉措 所以讓店家對於外國客人的期待 那如果是有有同意跟他進去 可是就始終都沒有硬起來 嗯 我覺得很難欸 真的嗎 因為我在拍那個影片的時候 我也是這樣想 嗯 我在拍那個影片的時候 我也是不想起來 NYKD五線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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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說 他的線上課程的 拍那個示範影片的時候 因為我那時候穿泳裝 然後我想說 這是一個示範影片 我要保持冷靜 那你硬爆 哈哈哈 他有一個地方 你真的 他有一個地方 他這樣欸 他有一個地方要這樣欸 然後你是怎麼可能 這不可能不硬啊 這樣不可能不硬啊 他就這樣一直一直一直 然後我就 小力一點小力一點 對 真的是 這個 哇那所以 如果我們買了你的線上課程 你就有機會看到你硬爆 你就其實就是買那個 鍾子通大池 哈哈哈 鍾子通大池 鍾子通大池 你的鍾子通大池流出 哈哈哈 我那時候 我那時候我的 我那時候我的攝影 就跟我講說 欸我覺得你這個東西 一定會最後被放到PornHub上面 哈哈哈 我覺得 我覺得一定會 一定會就結這一段 可能是 可能是你線上課程 上架後 兩個小時後的事情 對啊兩個小時後 就有人把他 把他上傳到PornHub 怎麼那麼急掰啊 心酸打工畫面 對啊 鍾子通心酸打工畫面 那這樣我就 那這樣我就是 第二次出現在PornHub 哈哈哈 第一次是 吳夢夢 因為我之前有在 吳夢夢一支 他那種繪畫課 對 對我是當學生 我在那邊畫畫 有印象有印象 幹那結果這個東西 被上傳上去 我真的覺得 靠北 哈哈哈 OK 喔天哪 所以 呃那 那現在這個 我們來聊這個 如果 有機會 我們有機會 去玩到這個 AV女優的話 現役或退役的 大家最想要玩誰 現役或退役喔 對我知道通哥 喜歡指明那種 NYKT54的 那時候 他只想太多 那我的話應該 是選肉感的啦 還是選肉感 比如說田中寧寧那種 肉感 我懂我懂 然後或是小小虎男嗎 像最近 田中寧算肉感嗎 那他還不夠肉 他超肉 他超肉 還有那個 就你最近有 你有訪問的 那個 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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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超讚的 他奶大到 他奶 你那個訪談 你有辦法看他嗎 那個訪談 他奶真的太大了 對啊 真的太大了 太驚人了 你這樣就不用入鏡了 你請說 就 我跟你講 子彤他在訪 另外兩個時候 我覺得他的理 都還在線 他訪戀冤淘汰的時候 他媽的像個促男 現在聲音是滋滋 是滋滋 我那時候在旁邊看 我想說 天啊現在是一個 素人促男 然後在訪問AV女優嗎 好像就是那種 素人片有沒有 只是 童真男 他去等於說 AV女優去那個突擊 素人男生家裡面的感覺 我想說 現在到底發生什麼事 超級害羞 靦腆 對 而且他已經 我覺得他那時候血液 已經不在大腦 因為他那時候 很難有什麼反應 還好戴面具 不然那個臉的血色都沒了 對 整個臉都擦很白 很白 所以 人家講什麼 他說 然後沒有任何回應 都不接話的 因為血液不在大腦上 我跟你講我懂這種感覺 你如果去酒店或什麼 遇到真的很喜歡女生 你平常可以 開玩笑什麼 一句話都講不出來 一句笑話都講不出來 就是你整個大腦 當機 真命天女症 大腦當機 他真的蠻真 他真的蠻真 有戀愛感 會不會已經 戀冤淘汰一下 已經取代你 田中靈靈在你心目中的地位 目前可能有 哇 這個 這個暈了啦 這個絕對暈船 他真的蠻讚 他真的蠻讚 我看你的影片 我也覺得他訪談也很讚 之後還會有 天啊 期待期待 大家期待一下中子通的頻道 這個烈原陶菜太讚了 那這個其他人 因為我喜歡肉感 我現在通哥跟我也差不多 我喜歡肉感 我跟你的答案是差不多 對啊 因為你泡泡浴 你就是要 就是覺得你就是要被肉感的服務 雖然我沒有玩過泡泡浴 但你被肉感的服務 感覺就特別好吧 那種肉 全身的肉 來去幫你洗身 滑來滑去這樣 對啊 對 我有洗過啦 可是我覺得還是那個 我喜歡的都是那種 小隻的 你想 就是 你喜歡小隻馬 但是即使是泡泡浴 也喜歡被小隻馬洗嗎 對啊 喔 小隻馬的 追鳴空啊 哇 這是我 這是我最後一名 最後一名 追鳴空絕對是我最 太像男生了 對不起 然後另外一個什麼 集 集什麼零的 三個字的 集良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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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本莊靈還是蠻 還蠻有氣質的 對 可是本莊靈很高 他不矮 真的喔 他一百六十幾吧 他一看就不矮吧 他看就知道不矮吧 不是啦 那個就是氣質 而且就是我沒有需要很豐滿的 因為本莊靈他也是 就是 比例上這樣子 對 對 豪倫 豪倫的 我很少看那一篇 你少了 你他媽的 我後來買了VR以後 才開始看 因為我以前其實都不認識那些AV女優 對 但是我自己一個 我覺得一個 我覺得一個人可能無法滿足我 所以我希望是兩三個 所以我的幻想 我的幻想大概是 就是殷空陶加山上優雅 都是 對 然後 太貪心了吧 殷空陶是我的女朋友 就劇情要是這樣 殷空陶是我的女朋友 對 但是他會說 今天我的姊妹要來 那你要友善一點 然後然後山上就來 然後殷空陶就會說 那我去煮飯了 然後殷空陶是煮飯 然後山上也要說 你好帥喔 然後什麼 開始挑逗我 然後又會一直看旁邊這樣 那什麼夢幻共演的劇情 夢幻共演 沒有共演 就是被姊姊 被姊姊NTR 那種感覺 男兄 就是要 要小聲 要安靜喔 要保密喔 然後就 你的女朋友在做菜 他一直在沙發幫你吸 對 我是劇情掛的啦 就是說 其實殷空陶或山上 都可以換掉 但是我喜歡劇情 你太重劇情了 太賺了太賺了 我們今天在玩風暑店 他媽誰跟你講劇情 你還在那邊跟姊姊 我其實不太看 泡泡玉的 那個也有看啦 對 但是我覺得 我還是喜歡那種 閨蜜啦 或者是姊姊 他的大奶姊姊 之類的 但如果硬要 硬要玩劇情的風俗店的話 其實是有的吧 有 有聽說有那種 電車磁漢 完全模仿 對 電車磁漢 你可以當磁漢 然後摸他的 你可以模擬夜襲他的 那種主題 那可是那個電車裡面 會只有兩個人 還是會有很多人 只有兩個人 還有電車長 還有電車長 那幾個靈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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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萊塢的 你沒有一個負責 你怎麼會擠到外面 那美國最長 要不要叫布萊特比特蘭 只帶煉車 你就看那個 你就 你就付完錢之後 發現那一個 那一個櫃台 開始在換衣服 換成西裝 然後你在幹嘛 他等一下跟你上車啊 然後你就是被模擬 那個下班的三手線 你就一直被擠在那裡 那40分鐘都擠不進去 他說要結束囉 今天已經 今天已經服務 已經結束了 這個風俗是體驗塞車 結人幾人的風俗店 不是性服務的風俗店 對 讓你體驗上下班 尖峰時刻 而且結束之後 他還沒有車送你 結束之後 他還自己坐電車再走 根本不需要花錢了 那尖峰時刻 大家JR線就可以了 對嗎 對 OK 那那個 關東是極緣 那關西飛田新地 那其實主推就是 像你們講的就是 我們外國人就是 去這兩個地方就好 其他地方就 就是不建議 這兩個地方就好 我有一個難題 就是我是 跨年的時候 我也要去日本 那有沒有就是 適合就是 因為我是跟我爸跟我媽 還有老婆小孩一起去 就有沒有適合這樣子 全家老小一起去的 有啦 有個適合全家 那個風俗店 叫迪士尼樂園 對 環球隱城 環球隱城 對 我只能這樣 阿不然然後那個阿就是 就那個新宿 新宿東寶劇院去看一下 灌籃高手 帶你爸去看一下灌籃高手 因為台灣音樂才上映 你可以現在就去看 好不好 好了 就是是不是這兩個 就是最推薦大家 對 極緣跟飛田新地 我覺得 最安全 就是你不用想太多 最正 就是你真的不用想的 就是不需要一些 額外的思考 那去這些 阿泡泡浴其實也不只是只有 集員有嗎 因為其實 關係的話 你在例如說什麼 熊群阿 浮員阿 那些地方也是有 喔 就是稍微多做一下功課 大概都可以知道說 哪一些是集中群這樣子 欸 我有一個問題 為什麼那個泡泡浴的 就是 你有講他如果要 出來繼續吃飯的話 那個價格是兩倍 喔 那沒有你是要買一整個 就是其實那跟 酒店狂出來的概念是差不多 只是你大概就要買 差不多六個小時 喔那一樣的意思 那就是把他時間買掉 就是框他 就是框他 阿泡泡也是可以做到這件事情 這樣子 那通哥現在推出這個線上課程 之後 你之後還有 還有可能會親自帶團嗎 先看這個賣的怎麼樣 對我有看到那個 20個人送一張機票 我想說那個機票是 就真的只有機票 還是那個是團票 沒有沒有那就是真的送一張機票 喔 對對對 就是算是給那種 辛苦糾團的人一個bonus 這樣子 送一張到東京的機票 對就你們自己 你們自己再商量一下說 看那一張要給誰這樣 哇 起碼有一個人是不用花錢的 20個人一起上課 然後請一個人一起去幫大家實踐 男人幫男人解除男人的夢想 對 邊搞邊直播 加油加油 老鐵人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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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鐵人們謝謝你 我到極門了 雙擊666 進去之後 我就脫台換骨 好啦 最後 再幫通哥推薦一下 最後我們這個線上課程 泡泡欲製遊行 然後已經 目前已經有 線上已經有3500人購買了 而且特價好像剩下最後6天 所以大家要搶要快 特價的價格跟原價還是差蠻多的 還是有差距 所以希望說大家可以趁早購買是最好的 如果想要看到高清版的指通打工 指通 沒有啦 這個還是要講一下 就是說這個影片 這個影片你是買下來 它不會長腳跑掉嗎 對 就是盡早買下來 最便宜的時候買下來 我覺得是最好的 嗯 然後你買了之後就可以一再複習 這樣子 嗯沒錯 讚讚讚 那好輪的 也是在pressplay的這個線上課程 對就是不太一樣啊 就是說 那個通哥的齁 就是帶你去泡泡浴玩 那好輪新聞碼就 把台灣齁這個世界齁 都變成你的泡泡浴啦 哇 到處都可以遇得到泡泡浴女郎 對 就跟那個東區德一樣 把妹子都變成你的外送茶 對 送到家 直接送到家 哇這厲害啦 這世界就是一個樂園 真的真的 你有帶泡友 然後說他幫你洗泡泡浴嗎 沒有 那你如果先幫他洗 可以買 其實有賣氣墊床 有賣氣墊床 你可以先幫他洗 你可以先去亞馬遜買一個做做爽的 就是那個凹的椅子 做做爽可以先來 可以 這是真的可以投資 可以投資 不是啊 那就一張椅子 你平常自己也可以用啊 洗澡做 我自己摸自己 你差不多過60歲之後 你也是需要那種 你叫你的看護 你還是要用到那種 先買一下耶 沒有壞處 為了看護我去買一個 好啦今天聊得很開心啦 時間差不多到這邊 那 因為最後還自己 我自己還有一個想聊的 就是今天是 呃 雖然 今天是我們這個老男孩直播 最後一集嘛 雖然沒有直播 哈哈哈哈 我覺得就是你 因為你一開始就 下了這個力氣 哈哈 你今天還沒有直播前 還沒直播前 我就說今天最後一集 我們每個人進來之後 你都講對句話 就Leaflag了 對對對 你把那個 能量用得太負面了 我覺得這很好啊 這有點像那個 魚不能吃完 年年有魚 哦 這種感覺 好人會講話 讚 魏靜之 什麼魏靜之之 魏靜之之 魏靜之之 他以後下次都會有人幫你準備好設備 真的 哈哈哈哈 還不會 我覺得我今天 打擾到神父他應該超不爽的 哈哈哈哈 而且他弄超久 他弄超久 神父在此 這邊還是要再次感謝百靈果 提供這麼棒場地給我們 然後這個 感謝神父 我花了這麼多時間 幫我們挑這個東西 今天這個可能運氣不好啦 沒有辦法順利直播 但是我今天還是聊得很開心 那在最後我自己想要聊 就是想要 因為我們自己也都認識 也都認識好一陣子了吧 就是 這個 但 郝倫跟通哥是去年 做直播認識的吧 今年啊 是今年 今年 都是今年 因為時間過 時間過得很快 時光飛逝 我回到中間 我都 我已經有點忘記是去年還今年 就是今年認識 其實很感謝兩位 就是 來這個 我們直播聊天了謝謝 來這個小頻道 然後就想問一下說 今年也過了嘛 那 也要結束了 那 今年大家覺得 你們覺得 呃 過得怎麼樣 就是有發生什麼 對你們來說有發生什麼 重大的事情嗎 或是 今年這樣做個結束 你對今年有什麼感想 這樣子 像我今天講 我自己想聊的就是 我今年 就是今年 對我來說有一些 幾個重大的事情 就是今年年初開始投資 這個虛擬貨幣 年初投資 然後 沒賣 一定開始漲40%很高興 然後就要烏爾戰爭 跌70% 現在還被套牢中啊 那我持續 就是不幸寫 持續熊市持續定頭 持續定頭 希望明年可以熊回來 我現在持續定頭 我不怕死 不怕死 這個 所以就是 就是這樣 然後年中 其實我今年也是大喜大落 呃 大落大落 那就是 年中 遇到疫情很嚴重 其實沒有表演 也沒有辦法教課 就收入完全沒有 那很焦慮 焦慮到後面投的 鬼剃頭 然後 然後現在 然後年末 還好年末活動有變多一點 就補回來 而且我們Comedy Plus 也在年末開新店 有個新的氣象 然後 然後表演有變多 觀眾有進來 其實還是 到年末還是蠻開心的 覺得蠻幸福的 這樣子 然後年末開始辦了專場 然後很高興就是巡迴嘛 有機會就是叫好叫做啊 大家觀眾也很開心 然後 所以現在就是 最後還剩台北廠 這邊工商一下 這個 呃台北廠 明年 一二零二三年 明年的一月六號七號 在這個Comedy Plus 有這個最後兩場的個人專場 殺死那個道德敗壞的人 歡迎大家來支持 OK 票剩三分之一不到 大家來搶購 我想問一下就是今年的總結 想了解一下 我現在發現 我每次要總結這事情 常常會把 兩年三年都會混在一起 對啊 因為我們年紀到啦 我都以為我跟他們認識一年多 但我跟你們兩個的確是去年就認識嘛 因為我們在走鐘獎就聊過天嘛 對 然後跟你在超立方的桌遊店去年認識的嘛 的確是認識一年啊 沒有我之前看那個段子 想說這個段子才講一年而已 我發現已經寫了三年 同樣的東西已經寫了三年 所以工作很忙你就覺得死光飛逝 你以為才過一年 不過有啦我覺得今年有一個里程碑就是 Comedy Plus現在是一個新的店 然後是我去把它設計規劃完的 然後 中間本來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情 就很怕說做不好啊 因為 我做一般的案子 做爛了就隨便 沒關係 這個案子好像不能馬虎 對而且就大家都知道是你在做 就覺得壓力很大 然後那段時間就寫不出什麼東西了 不過現在完成 我覺得那是一個不錯的場地啊 所以大家不只 除了阿德的專長之外 沒事大家也可以都去 那邊看一看 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表演場地 然後 酒水啊飲食什麼 比以前好太多了 喔對啊 環境還是很棒的 確實 對啊我們 我昨天還前天 喔昨天嘛 我才在卡米地看那個 世界杯足球賽啊 很high 非常high 我自己的話 就不講一些 我自己的話 我覺得今年就是 兩件不錯的事情 就是第一個就是這個課程 嗯 然後我覺得算是一個蠻新鮮的嘗試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我們的那個 呃 副頻道也突破10萬 對啊 而且你的主頻道也 我國有觀察 你主頻道也快100萬了 可是他主頻道現在 快 推的東西量他就沒有放上那麼快 東西就不上那麼快 但副頻道比較重要啊 他現在副頻道比較 他比較 因為沒有 比較不會被防黃標嘛 因為副頻道比較free一點 對啊 可是副頻道能過10萬 我覺得還是滿值得開心的 很厲害 而且才一兩年 差不多一年 一年10萬很厲害 非常厲害 主題比較多元 副頻道的主題比較多元 對 都很好看 兩個頻道都很好看 大家有興趣要記得看 副頻道副頻道 大概是這樣 嗯 豪倫呢 我莫名其妙被你壓軸 你壓軸 你壓軸 因為我們都很關心你 今年其實第一個 感謝我們德哥一直邀請我來 這個 這他媽就客套了 對然後也認識很多好朋友啊 阿順順啊 也認識通哥啊 其實我是非常感謝啊 其實我每次來 因為我其實是很敏感的人 所以我有時候會 真的嗎 不知道要講什麼 對就是我有時候會不知道要講什麼 你知道嗎 就是常常對 然後有人說阿好人今天不講 因為我不知道要講什麼 我不知道怎麼插話 對 那我也在 然後 我就在這個怎麼練習 自在這個事情 然後另外也很感謝 你就是最自在的 你每一次 每一集都是最自在的 他一開始說 他是來這邊當作社交圈 就是突破社交圈 對對對 然後其實也很感謝 就是認識你們 就是讓我可以去卡米滴那樣講 對 然後 你也就去一次而已 我就去一次 因為我後來 就是 東哥去的次數 比你還多 他講好像 沒有沒有沒有 上台我好像也才去一次 我上台一次而已 OK 那我覺得 對我來真的是很大的突破 對 就真的是非常感恩 那我也希望 然後也 那就是感謝我的粉絲 其實我們粉絲群都有點像 就是說東哥 我們都是真正是純爺們的 真正是純爺們的 男女比 我們的頻道男女比 對啊 我們不用那麼政治正確 當然還是要尊重女生 但是我們可以暢所欲緣 也讓女生知道 原來男生是這樣子想 所以我希望說明年我們都可以堅持 我們自己創作的價值 然後不管上或下 因為有時候那個外面演算法 因為我們都是演算法打工仔 對 演算法的努力 對 但是我們真正Case 是我們內心的 我們對於粉絲 我們對於創作的堅持 這兩個事情一定要守住 就是說 對創作的堅持 還有對粉絲的重視 這相信我們在場 一定是 就是明年 還是把所有的行事放在這邊 沒錯 好 非常好的結尾 謝謝豪倫 那謝謝通哥中子通 謝謝你們來上這個老男直播 今天是今年最後一次了 我們明年有機會再見 拜拜 拜拜